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香港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鸭丽州名字,来自鸭子与盐田 二,天星小轮,渡海百年不变航线 三,大雨山巨型佛像,游客必朝圣地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鸭丽州名字,来自鸭子与盐田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名字听起来既可爱又让人好奇的地方,鸭丽州 这个位于香港南部的小岛,名字的由来可是和鸭子有著莫大的关联 而且还牵扯到了盐田哦 首先,让我们来解开这个名字的谜团 鸭丽州AP雷兆的鸭子顾名思义的确实和鸭子有关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岛屿上有许多鸭子在此栖息 它们在这里嘎嘎作响,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因此当地人就以鸭子来命名这个地方 但是,这些鸭子并不是普通的鸭子,它们是盐田鸭 这就引出了利字的由来 利这个字在粤语中发音类似盐 而在古代,鸭丽州附近的海岸线上有许多盐田 这些盐田是当地居民利用海水自然蒸发的方式制造盐巴的地方 想象一下,一群鸭子在盐田间穿梭 这画面多么生动有趣啊 所以,鸭丽州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些盐田鸭子得来的 现在,当你听到鸭丽州这个名字时 你可能会想象到一个充满鸭子和盐田的田园诗般的地方 但实际上,鸭丽州早已变成了一个繁忙的都市区域 高楼大厦林立,与那些鸭子和盐田的日子相去甚远 不过,这个名字却像是一个时光机器 提醒住我们这个地方曾经的历史和故事 所以,下次当你去香港旅行 如果有机会到鸭丽州走走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鸭子和盐田 想想这个地方如何从一个自然的栖息地 变成了今天的现代化城市 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变迁 也是一个关于名字背后故事的有趣发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心小轮,渡海百年不变航线 天心小轮,这个名字在香港的海港历史中 有如一颗闪耀的星星 自1888年起 它就在维多利亚港上穿梭的往返 成为了香港的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见证 这条航线,从香港岛到九龙 短短的海城 却承载了百年的风雨与变迁 想象一下 当年的绅士淑女们穿着华丽的服装 踏上这座小轮 或许正要前往对岸的舞会 或是一场重要的商务会议 而今天 这条航线依然是商人、游客、学生的日常通道 只是服装和目的地的风格变了 天心小轮依然是那个老朋友 靠岸等候准时发传 这座小轮见证了香港 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会的过程 它不仅是交通工具 更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你可以想象 在过去的百年间 有多少恋人在这座小轮上相遇 分离 又有多少重要的决策 在这短短的航程中形成 而且 天心小轮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影明星呢 它出现在无数的香港电影中 有时是浪漫的背景 有时又是惊险片段的发生地 它不仅载人 也载住故事和记忆 幽默的是 尽管世界各地的交通工具 都在追求速度与效率 天心小轮却依然保持住 它那不计不许的节奏 仿佛在提醒这个快节奏城市的居民 慢一点 不也挺好 这座小轮 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 告诉我们 即使世界变化再快 有些事物 比如它那穿梭港口的航线 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保留的 总之 天心小轮 不仅是一条航线 它是香港的历史 是文化 是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百年来 它见证了无数的潮起潮落 却始终如一地 服务住每一位乘客 这份坚持与不变 本身就是最有趣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玉山巨型佛像 游客必朝圣地 大玉山 这个位于香港的岛屿 不仅是一个自然风光引擬的地方 还是一个拥有巨型佛像的灵性之地 这座佛像 被称为天坛大佛 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青铜座佛之一 高达34米 重达250吨 自1993年起 就在这里屹立 俯瞰助众生 庞扶在提醒我们 放下你的iPhone 来一场心灵的朝圣之旅吧 这座大佛坐落在莲花座上 四周环绕住六尊小佛 代表住佛教的六波罗蜜 这些小佛各自以不同的姿势线上鲜花 香和灯等供品 好像在说 来吧 游客们 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这里都有免费的WiFi 当然 这是开玩笑的 但这种精神上的WiFi 或许是我们在忙碌生活中 真正需要的连接 要到达这座佛像 游客需要攀登268个阶梯 这可是一场小型的体能挑战 当你气喘吁吁的到达顶部时 不仅可以 近距离欣赏大佛的壮观 还能享受这位山巒的美景 这个过程 就像是一场生活的缩影 一路辛苦 但当你达到目标时 那份成就感和视野的开阔 是无价的 除了大佛 大玉山还有许多其他的景点 比如宝延禅寺 这是一个充满香烟和饭音的地方 让人感觉庞扶穿越到了古代 这里的素食餐厅也非常受欢迎 因为谁不想在参观完佛教圣地后 享受一顿美味的解脱大餐呢 总之 大玉山的天坛大佛 不仅是一个游客必朝圣的地方 更是一个让人暂时逃离物质世界 寻找内心平静的绝佳去处 当然 如果你是那种在爬完268个阶梯后 还能微笑的人 那么你的心灵 可能已经比大多数人更接近悟到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接述于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了压力州 天心小轮和大玉山的有趣故事和背后的意义 这些地方不仅是香港的一部分 更是香港人的记忆和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见证了香港的历史变迁 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和保留这些故事和传统 而我们也应该学会从这些地方中吸取一些启示 比如压力州的鸭子和盐田 他告诉我们要珍惜自然环境 天心小轮的坚持和不变 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 享受生活 大玉山的大佛和寺庙 教导着我们要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宁静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们对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或者对他们的故事有什么独特的理解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